还怀着好奇的目光看他们,四年的时间,他们也已经从小孩蜕变成少年,让人有种看着他们长大的欣慰感。 但今年九月份,三人突然集体在微博,开通了个人工作室的官方微博,虽然工作室例证组合不会解散,但如今他们的气质和特长已经开始分化,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路线。 王元基令可爱,综艺感十足,王俊凯沉稳大气,特别是最近在演员的诞生上的表现,让人看到他要做演员的决心,而易阳千玺自带大家常说的少年感,会唱会跳,在映照上也有自己的腔调。 其实,易阳千玺的追梦之旅开始得很早,在加入TFBOYS组合之前,他就已经跌跌撞撞的走了很长的一段路,2005年,年仅五岁的他便开始亮相电视迎评,参加各类比赛与综艺节目,一路喜悠参半,在懵懂之间理解人生,也能守住内心的纯粹,不实为一种莫大的天赋。 追梦一词说的多了,会变得矫情,但用在行动上,他反而诠释得刚刚好,作为TFBOYS组合中的最小成员,他被赞为组合中最具才华的成员,从唱歌,钢琴,吉他到拉丁,国标,街舞再到书法,才艺也成为他的吸粉力气, 但这一路所积累下来的资本,是拿多少汗水与煎熬换取得来,我想,也为他一人深知 把最美的一切留给镜头,把最苦最累的,留给自己在深夜慢慢咀嚼消化,但无论中间的路绕过多少弯,承受过多少寂寞,只要一回到舞台,自信的笑容,清澈的歌声,又立刻让我们坚决,原来他依旧美如少年。 少年者,正如京陈出扬,长思将来,不改初心,这是他在微博上写过的一句话,也应是对自己的激励,为了提升与丰富自己的人生,除了唱歌,他从未拒绝尝试新的领域,这个17岁的少年在不断地寻找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。 前几日,易阳千玺终于迎来了自己17岁的生日,与粉丝们一起举办了生日会,生日会的主题是冯良也姓,这四个字是易阳千玺自己根据自己这出道四年的心态,与个性,为这17岁生日会而创造的。 冯良是指冯光而生,良且炙热,指他文文尔雅的个性,而也姓也透露出这个年仅17岁的少年对很多事物的热情与好奇心。 生日会当天,易阳千玺在舞台上变换了多种造型,展示了不一样的风格,尤其是今年夏天火了一把的脏变造型,易阳千玺也轻松驾驭,当被问到生日愿望的时候,他的回答是想要一个人的旅行,这个愿望就同其他普通的小男孩一样,想要一个人去征服大海与星辰。 事实上,从大理的乡间,丹麦的海边,到台湾的路旁,巴塞罗那的市场,他停停走走,已经在许多地方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和回忆。 也许那永远像往事与远方的心,才是少年感的来源吧,看过的风景会成为他眼里的光芒,这个少年明白,这世界的美,在神秘的远处,在仙山,在海面,在这风云撩人的人间仙境里。 在微风吹过水波荡漾的海面上,在瑰丽绚烂的海边晚霞里,在大自然带来的奇幻魔法里。 无论曾少年,还是正直少年,无论生活如何变,只要心里依然向往外面的世界,渴望这样的风景,就能守住那颗勇敢的心,和那双澄澈的眼睛,当风雨。 回忆地